字幕志愿者 一定会合 面对媒体提问 没有多做回应 紧接着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则是在10点10分左右抵达 原本预计也是10点要到 是不是刻意要避开柯文哲 郭董没有多说 强调一切都是为了马祖 非常高兴也非常虔诚 觉得有着荣幸 高兴的点是因为会见到 柯市长还有侯市长他们吗 面对政治题没有多做回应 但一走进庙口 这人气实在不同凡校 郭董好 看到郭董好兴奋 前苗栗县长徐耀昌 也来热情迎接 先进拱天宫拜拜 差不多同一时间 副总统赖金德也抵达现场 包括徐定真审发会等等 到场迎接和柯锅走同一条庙口 只有最后一个到的侯友宜 走了与前三位不一样的路 侯友宜放上 侯友宜放上 就算走的这条路摊上没那么多 但还是跟每个民众握手打招呼 甚至直接进店里给签名 来到活动会场 侯友宜还特别进帐篷 和柯文哲打招呼 是不是代表蓝白河真的有谱了 耐人寻味 华市文化上 黄山一三只小组 苗栗报道 哈喽 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